大家好,本期我们分享的是张伯鞠与青楼头牌的旷世奇缘 1935年,一名男子来到上海处理事务 闲暇之余,他的好友告诉他 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口的青楼里有一奇女子 此女子生得秀气,谈吐不俗,不但会作画 还弹得一首好琵琶,这名男子本就是爱附庸风雅之人 听说有此佳人便去见这名女子 该男子来到青楼后终于见到了该女子 他将琵琶弹得甚好,男子仿佛被女子的美妙乐声带往仙境 一曲过后帘子被掀开,男子终于看清了女子的面庞 只见这女子鹅蛋脸,细长眉,一双略带哀伤的眼睛,十分迷人 她的一颦一笑,不似一般风尘女子那样轻浮 举手投足之间尽是风韵 这男子在那时就爱上了这名女子 该男子正是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鞠 张伯鞠七岁入私塾,九岁能写诗 曾或称神童 张伯鞠在成年后进入袁世凯的骑兵科中受训 后来还认识于张作霖部下 但厌倦军队生活的张伯鞠很快就退出军界 一头埋进家中收藏的古典文史中 她也常和文人雅士一起填词作诗 在遇到青楼中的那名女子后 她写的与爱情有关的词便全是给她的了 这名青楼女子名为潘素 她在进入青楼后被大家称为潘妃 潘素原是苏州旺族潘世恩的后人 但其父亲潘志和在来到上海后 整日沉迷于花红柳绿之中 将原本殷实的家败了个精光 好在潘素的母亲一直很疼爱女儿 她建议无法指望丈夫 便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 潘素七岁时就开始学习绘画 赏心音乐和诗文 且她在这些方面也表现出了天赋 但潘素的母亲在她13岁那年就早早去世 父亲又娶了一方媳妇 这个继母哪有耐心照顾年幼的潘素 她整日找借口责骂潘素 并一直寻找机会将潘素赶出潘家 潘素15岁时继母给她买了一把琵琶 并与潘素琵琶弹得好为由 将她卖身轻楼 其父亲得知后 继母就称潘素已经长大了 可以赚钱贴补家用了 潘素就这样开始了在青楼卖艺的不堪生活 潘素虽愤恨于被卖青楼 但她在几年的练习中 已经将弹琵琶一技 练得炉火纯青 她也成为了文明上海的一技 她接待的客人虽粗俗不堪 但潘素就像是盛开在淤泥之中的一株莲花 她平时少言寡语 只顾弹琴 倒也没染上这些客人的疯尘之气 在潘素20岁这年 她终于遇到了那个带她逃离这场欢笑所的男子 张伯鞠在台下看她看得入迷 潘素却最新琵琶技艺 丝毫没有发现台下有名男子已对她心生仰慕 一曲过后 潘素起身微微按手 向台下喝彩的众人行礼 然后转身离场 张伯鞠怎能让这样一位女子跑了 她立刻跟了上去 并在台后与潘素聊了起来 才子配家人 说的便是张伯鞠与潘素了 潘素也对这位温柔儒雅的男子心生爱慕 张伯鞠向她承诺 自己会带她离开这里 然而潘素此前也想过设法逃离 她的财情和美貌吸引了一位国民党军官 这名军官还和她签了婚约 但此后潘素久久未等到这名军官前来 将她迎回家 看来这名军官与潘素之间的情谊 多是浮于表面 但这名军官得知张伯鞠与潘素相爱后 却怒火中烧 不准她二人再来往 张伯鞠家中的势力也不小 她怎会怕一个军官 于是便继续和潘素来往 国民党军官一气之下 将潘素囚禁了起来 想让潘素做自己的秘密情人 为了救自己的爱人 张伯鞠赶忙找到在上海的军官朋友 连夜找到关押潘素的地方 将潘素救了出来 二人随后暂住在静安寺路上的别墅中 此处人员混杂 国民党军官一直未找到他们 后来张伯鞠和潘素 在抓捕他二人的风声过去后 去到了苏州 这里是潘素的故乡 他们也在这里宣誓成婚 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婚后潘素发现 丈夫不仅是一位收藏家 此人还是一位书画家 这让本就对书画极富天赋的潘素 惊喜不已 他开始和丈夫学会画 张伯鞠也大力支持着妻子的学业 他曾请过朱德府 汪梦书 陶欣如等知名画家 给潘素当老师 潘素也从中选定了自己以后将要从事的事业方向 成为一名山水画画家 潘素知道 二十岁前他没得选 二十岁后 他要用自己的努力摆脱不堪的过往 做一个独立的女子 此后张伯鞠收藏的画作 变成了潘素临摹的样本 他每日最新于画作学习中 常常忘了时间 张伯鞠此前曾是个风流才子 他早已有三房妻妾 但自从遇到聪慧美丽的潘素后 他就收了心 从此目光只停留在现在的妻子潘素身上 他们夫妻二人便常在房中学习作画 时而扶琴填词 成为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夫妻 1940年 潘素经过几年的刻苦研习后 在青绿山水画上颇有成就 同学家周如昌这样评价他的画作 下功力深厚 游善大幅俱致 棱棱林里气势宏阔 而又负巨力之景光 精致之法度 胡玉丝柔弱粗陋俗气息 此在女流 由称罕见 此后他们的家也成了张大千 和湘宁等书画领域的名家常去之处 张大千后来评价他的画为 神韵高谷直逼唐人 建国后潘素还与著名国画画家何湘宁合作为抗美援朝战争作画后意卖 并将意卖所得全数捐给国家 1952年潘素与陈半丁胡佩恒 吴敬廷等老画家共画一本画册 并将该画作赠予毛主席 庆贺毛主席的生日 1955年潘素的《黎江春情》在全国展出时 被周恩来总理看到周总理评价此画颇有新气象 潘素的画作常在国内外展出 他的作品还曾作为礼物赠予外国首脑 谁能想到这个如此聪慧又有才情的女子 曾被买青楼多年呢 与此同时张伯鞠夫妇对自画的痴迷 让他们更加心痛流落国外的那些文物 于是张伯鞠常常花费重金 只为买回流落于国外的名著画作 对于这个行为 他的家人们十分不理解 常骂他是败家 但潘素懂得他的用心 于是在此事上从不加阻拦 还帮着丈夫买回字画 但想要将这些流落在外的字画买回 谈何容易 著名画作《游春图面试》时 卖家曾出价240两黄金 为了收藏这幅画 张伯鞠不得不卖掉豪宅 换来220两黄金 但余下的钱 他怎么也凑不出来了 最后还是由当时尚未成名的潘素 卖掉自己的手势 才凑足了20两黄金 他们最终合力收藏了游春图 在抗日战争时期 潘素为了保护国宝及字画平复铁等 不被日军抢去 他将字画一件件用纸包好 并缝于衣服的夹层里 以此躲过了日军的搜查 潘素和张伯鞠一边收藏字画 一边将字画捐给国家 他们不愿将这些国宝鞠为己有 在国家要奖励他们奖金时 他们也只是淡淡地拒绝了 最终只拿了一张奖状回家 多年来张伯鞠对潘素的情谊只增不减 每年夫人过生日 张伯鞠都会作词赠予潘素 他还在给潘素的词文中写道 白首奇美己上缘 今无不惊 有情天 年年长愿如今夜 明月随人一样缘 他二人的生活 真是只限鸳鸯不限仙了 1982年2月26日 与潘素相伴47年后 张伯鞠因病失事 1992年4月16日 潘素失事 享年77岁 这对夫妇的绝美爱情 用张伯鞠所写的 雀桥仙中的词文来形容 再好不过了 百年夫妇 百年恩 纵沧海 十田胆鼠 两情一命 永相连 从未解 秦昭楚墓